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做的是 盐浆巧克力 那其实盐浆巧克力 在我们的烘焙业界里面 算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产品 当然另外它有还蛮多名称的 像什么熔盐巧克力 爆浆巧克力 最主要就是说蛋糕 我们烤好出来之后 我们如果把那个纸杯剥开 我们只要稍微剥开 它就会流下来 等于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这个东西非常好吃 一般这个是属于餐厅式的产品 今天的做法其实有一点 其实也不复杂 跟各位稍微解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蛋 等于是我们的蛋白跟蛋黄 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鲜奶油 巧克力 以及奶油 再来就是我们的可可粉跟滴粉 这已经过筛好了 再来就是我们的糖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蛋糕体 再来蛋糕体之外 我们中间要挤到里面的 那个是属于巧克力的干纳西 就是我们的鲜奶油 以及我们的奶油 巧克力 以及兰姆酒 这个等一下 我们把这个蛋糕体做好之后 再来融这个 我们要一次完成 那请各位注意 那我们现在就是 你这个鲜奶油 巧克力 以及奶油 如果要按前举荐 你可以用隔水来融它 那如果你要直接融它 请人不要离开 因为我们必须稍微搅拌 不要让它下面有焦掉的感觉 这个再融其实很快 它只要有温度的时候 它就慢慢融 很快很快它就融掉了 这个蛋糕体本身 有点像那个海绵式的 这个算是一个重油脂的Spong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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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个时候大概已经融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关火 离火 第一个我们要加的就是蛋白跟蛋黄 第二个我们要加的就是糖 这个糖因为它有温度 它很快就融掉了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加 因为这样子 因为糖其实它也算是水分 到时候粉下去的时候 才不至于那么的硬 好 再来最后一个 我们加低粉跟可可粉 好 这样子 大概我们的蛋糕体在这边就完成了 很快的 我们就要开始挤到模子里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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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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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來煮鮮奶油 這個我們只要讓它 一定要讓它沸騰 請各位注意 這個不是只是熔而已 好 各位看 這個它已經沸騰了 好 這已經滾了 好 我們把它倒過來 好 這就是 好 天啊 這個有機性當然是 好 但是 好 他說 像这个 它如果说 我们的巧克力切得太大块 它融得比较慢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很简单 我们再放上来开火小一点 让它赶快融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 就是要让它巧克力融掉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 开始来准备 把这个内线挤进来 再夹准备 最好挤正中间 我们到时候考的时候 让它旁边的蛋糕都熟 它保持在中间是最理想的 如果说你挤在中间上面也可以 它还是会沉下去 因为两个比重不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烘烤 烘烤一般我们就是19、180 但是大概烤13、14分 大概到顶多到超16分 它就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烘烤 原则上就是19、180 那我们原则上先记10分钟 10分钟之后我们来看它受热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们已经10分钟 我们来看看它受热情况 已经长大了 好 我们先帮它掉个头 我们再看看它待需要多久才会全部熟了 很快的 那大概我们估计大概在差不多3分钟至4分钟 等一下3、4分钟之后我们来看它就准备要出炉 好我们现在出炉 出炉的时候你会感觉中间是软的那是正确的 那这个我们就是这样子让它来冷却 中间它一定是软的因为中间是没有面粉器支撑它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等一下打开的时候 我们大概在等它稍微冷却一下 大概3分钟之后我们来剥开一个让大家看看它怎么流出来的 来 我们切了 来 没有问吗 有 好 这个就是盐浆巧克力 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